古老的山林中幽深静谧 仿佛与世隔绝 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 有一种神秘的修行方法 被视为探索永生之路的秘密钥匙 这就是单道修炼 一门源自中国古代的精神修行之术 单道修炼 不仅是一种技巧 更是一种对人生宇宙精神的深刻探索 随着古老智慧的传承 单道修炼成为了追求长生不老 超脱世俗的心灵之旅 单道修炼 是一种追求长生不老和超脱世俗的修炼方法 源自于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和方术实践 单道修炼的核心是通过调息炼气炼神炼须炼空等步骤 将自身的精气神转化为仪器 从而达到先天仪器的境界 也就是所谓的大道之身单道修炼的过程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小周天大周天和单道周天这三个阶段 是单道修炼的基础进坚和高级 也是单道修炼的难度危险和效果的递增 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方法 要求和目标 修炼者必须按照单道的 规律和秘诀才能顺利的通关 小周天 是单道修炼的基础阶段 也是最容易的阶段 小周天的目的 是让修炼者的内气 源着任督二脉的循环 从而增强身体的健康和免疫力 任督二脉 是人体最重要的两条经脉 任脉从下丹田起 经过前胸喉咙舌尖到达上颚 督脉从围谷起 经过脊柱后脑头顶到达上颚 任督二脉相交于上颚 形成一个小的闭合循环 这就是小周天 小周天的方法是通过调息和吐纳 让内气从下丹田出发 沿着任督二脉的方向 那时真的运行 最后回到下丹田 修炼者要保持呼吸的平稳和节奏 让内气的流动和呼吸的动作相协调 不要有任何的停顿和阻止 修炼者还要注意舌尖要轻轻的贴住上颚 以便内气的通畅 小周天的要求 是修炼者要有一定的内气的基础 也就是说 要有足够的精气神的储备 才能开始小周天的修炼 修炼者还要有一定的心性的修养 也就是说 要有平和的心态 不要有贪婪、急躁、恐惧等杂念 才能保持内气的稳定 修炼者还要有一定的环境的条件 也就是说 要有安静的场所 不要有干扰的因素 才能专注于内气的运行 小周天的目标 是修炼者要能够顺利的通过三个关卡 分别是尾驴关预诊关和雀桥关 这三个关卡 都是内气在认都二脉上的阻碍点 修炼者要能够用内气打开这些关卡 才能完成小周天的循环 每个关卡 都有其特定的位置特征和感觉 修炼者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感受这些关卡 才能有效地通关 尾驴关 尾驴关 尾驴骨上方 是多脉的起点 也是小周天的起点 尾驴关的特征 是有一块硬骨的阻挡 内气要用力地冲击 才能打开尾驴关的感觉 是当内气通过时 会有一种热感或电麻感 从尾骨向上蔓原 到达驴关 到达驴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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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热感或电麻感从舌尖向下流淌 到达前胸 当修炼者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三个关卡 就能完成小周天的循环 也就达到了小周天的境界 小周天的境界 是修炼者的内气能够自由地在任督二脉上运行 不受任何的阻碍和干扰 形成一个稳定的闭合系统 小周天的境界 是修炼者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保护 不会受到外界的伤害和侵害 也不会受到内在的疾病和衰老 小周天是单到修炼的基础阶段 也是最容易的阶段 但是小周天并不是单到修炼的终点 而是单到修炼的起点 只有通了小周天 才能进入大周天的修炼 才能更进一步地提升自身的能力和境界 大周天是单到修炼的进阶阶段 也是更难的阶段 大周天的方法要求和目标是什么呢 请继续听 我会为您详细介绍 大周天是单到修炼的进阶阶段 也是更难的阶段 大周天的目的 是让修炼者的内气圆着十二经络的循环 从而提升身体的灵活性和实战能力 十二经络 是人体最复杂的十二条经脉 分为首三阳首三阴族 三阳族三阴四族 每族有三条经脉 分别对用于不同的器官和部位 十二经络相互连接 形成一个大的闭合循环 这就是大周天大周天的方法 是通过炼气和运气 让内气从任都二脉出发 沿着十二经络的方向 顺时针地运行 最后回到任都二脉 修炼者要保持内气的强度和速度 让内气的流动和心跳的动作相协调 不要有任何的停顿和阻滞 修炼者还要注意手指要轻轻地握住拳头 以便内气的通畅 大周天的要求 是修炼者要有一定的小周天的基础 也就是说要已经通了小周天才能开始大周天的修炼 修炼者还要有一定的功力的积累 也就是说要有足够的内气的储备 才能支撑大周天的运行 修炼者还要有一定的技巧的掌握 也就是说要熟悉十二经络的走向 才能沿导内气的流动 大周天的目标 是修炼者要能够顺利地通过十二个学位 分别是首三阳首三阴足三阳足三阴的起点和终点 这十二个学位都是内气在十二经络上的转换点 修炼者要能够用内气打通这些学位 才能完成大周天的循环 每个学位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名称和功能 修炼者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感受这些学位 才能有效地通关 首三阳的起点是少商学 位于小指的指甲脚 是首太阳小肠经的起点 也是首三阳的起点少商学的功能 是调节小肠的消化和吸收 也是内气从任督二脉进入首三阳的入口 少商学的感觉是当内气通过时 会有一种刺通或酸麻感从小指向上延伸 到达首背 到达首三阳的终点是少则学 位于小指的指尖是首首阳三交经的终点 也是首三阳的终点少则学的功能 是调节三交的水液和气机 也是内气从首三阳进入首三阴的出口 少则学的感觉是当内气通过时 会有一种热感或电麻感从手背向下流淌 到达首掌首三阳的起点是少充学 位于中指的指尖是首绝阴心包经的起点 也是首三阳的起点少充学的功能 是调节心包的保护和稳定 也是内气从首三阳进入首三阴的入口 少充学的感觉是当内气通过时 会有一种酸感或麻木感从中指向下延伸 到达首掌首三阴的终点是大灵学 唯一万步的横纹中是首太阴肺经的终点 也是首三阴的终点大灵学的功能 是调节肺的呼吸和排泄 也是内气从首三阴进入足三阳的出口 大灵学的感觉是当内气通过时 会有一种冷感或刺痛感从首掌向上升起 到达万步足三阳的起点是永全学 位于足底的前部是足少阴肾经的起点 也是足三阳的起点永全学的功能 是调节肾的精气和水液 也是内气从首三阴进入足三阳的入口 永全学的感觉是当内气通过时 会有一种酸感或麻木感从足底向上延伸 到达脚背足三阳的终点是风驰学 位于颈部的后方是足太阳板光经的终点 也是足三阳的终点风驰学的功能 是调节膀光的排泄和水液 也是内气从足三阳进入足三阳的出口 风驰学的感觉是当内气通过时 会有一种热感或电麻感从脚背向上升起 到达颈部足三阳的起点是永全学 位于足底的后部是足太阳脾经的起点 也是足三阳的起点永全学的功能 是调节皮的消化和韵化 也是内气从足三阳进入足三阳的入口 永全学的感觉是当内气通过时 会有一种酸感或麻木感从足底向下流淌 到达脚跟足三阳的终点是大横穴 位于胸部的前方是足掘阴肝经的终点 也是足三阳的终点大横穴的功能 是调节肝的解毒和血液 也是内气从足三阳回到任督二脉的出口 大横穴的感觉是当内气通过时 会有一种冷感或刺痛感从脚跟向上升起 到达胸部当修炼者能够顺利的通过这十二个穴位 就能完成大周天的循环 也就达到了大周天的境界 大周天的境界 是修炼者的内气能够在十二经络上运行 不受任何的阻碍和干扰 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系统 单到周天是单到修炼的高级阶段 也是最难的阶段单到周天的目的 是让修炼者的内气圆着三丹田的循环 从而达到反扑归真和先天仪器的境界三丹田 是人体最神秘的三个能量中心 分别是上丹田中丹田和下丹田 分别对应于头部胸部和腹部三丹田相互沟通 形成一个小的闭合循环 这就是单到周天 单到周天的方法是通过练神练须练空 让内气从下丹田出发 沿着三丹田的方向 一时真的运行 最后回到下丹田 修炼者要保持内气的纯净和灵动 让内气的流动和神识的动作相协调 不要有任何的停断和阻滞 修炼者还要注意眼间要轻轻的闭合 以便内气的聚集单到周天的要求 是修炼者要有一定的大周天的基础 也就是说要已经通了大周天 才能开始单到周天的修炼 修炼者还要有一定的境界的提升 也就是说要有足够的内气的质变 才能进入单到周天的运行 修炼者还要有一定的智慧的开启 也就是说要熟悉三丹田的性质 才能掌控内气的流动 单到周天的目标 是修炼者要能够顺利的通过三个关键 分别是练神练须练空 这三个关键 都是内气在三丹田上的转化点 修炼者要能够用内气实现这些转化 才能完成单到周天的循环 每个关键都有其特定的位置过程和效果 修炼者要能够准确的识别和感受这些关键 才能有效的通关练神 是指将内气从下丹田升至上丹田 从而练化神时 也是单到周天的起点练神的位置是上丹田 位于眉心的中央也叫做天眼或第三眼 炼神的过程是将内气从下丹田沿着都脉向上升起 经过预诊观到达上丹田 然后在上丹田停留一段时间 与神时相融合 炼神的效果 是修炼者的神时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和拓展 可以感知到超越肉眼的事物 也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和情绪 炼虚 是指将内气从上丹田降至中丹田 从而练化虚空 也是单到周天的转折点 炼虚的位置是中丹田 位于胸部的中央也叫做心灵或第四心 炼虚的过程是将内气从上丹田沿着任脉向下降落 经过雀桥观到达中丹田 然后在中丹田停留一段时间 与虚空相融合 炼虚的效果 是修炼者的虚空得到了极大的进化和开阔 可以超越自己的身体和空间 也可以连接自己的灵魂和宇宙炼虚 是指将内气从中丹田回至下丹田 从而练化虚空 也是单到周天的终点 炼虚的位置是下丹田 位于腹部的中央也叫做元神或第五元 炼虚的过程是将内气从中丹田沿着任脉向下回归 经过大横穴到达下丹田 然后在下丹田停留一段时间 以空无相融合 炼虚的效果 是修炼者的空无得到了极大的化身和无限 可以超越自己的生死和时间 也可以回归自己的本源和道 当修炼者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三个关键 就能完成单到周天的循环 也就达到了单到周天的境界 单到周天的境界 使修炼者的内气能够自由地在三丹田上运行 不受任何的阻碍和干扰 形成一个完美的闭合系统 单到周天的境界 是修炼者的精气神得到了极大的统一和升华 不再受到后天的玷污和束缚 也不再受到先天的分离和限制 单到周天 是单到修炼的高级阶段 也是最难的阶段 但是单到周天并不是单到修炼的终点 而是单到修炼的起点只有通了单到周天 才能进入一气化三清的修炼 才能更进一步地接近大道之深和长生不老的境界 一气化三清是单到修炼的终极阶段 也是最高的阶段 在这无言的道徒上 我们不断追寻着精神的升华 力求与宇宙共鸣 无论是小周天的初间大周天的进阶 还是单到周天的寂静 都是我们迈向完美自我的征程 让我们携手踏上这段奇妙之旅 开启心灵的探索 寻找永恒的真理 在这片静谧的山林中 我们将找到内心的宁静 感受宇宙的脉洞 并与道合一 如果你也对单到修炼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同探索无尽的智慧之路 让我们分享这份神秘与奇妙 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 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修行之旅 请点赞评论和关注 让单到修炼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心灵 一同追寻内心的宁静与智慧